炸过去 以哈战争进入第一百天 以色列士兵用爆破方式炸破墙面 在警犬陪伴下挺进搜索 不放过废墟中任何角落 在加萨南部的甘油尼斯 已军发现更多哈马斯武器弹药 并声称这些炮弹都藏在普通民宅里头 这场战争实际已成为以色列建国 76年以来与巴勒斯坦交战最长的一次 以色列总理始终态度强硬 却难给人质家属一个脚带 周日大批人质亲友 集结台拉维夫广场 举行战争百日24小时示威 当天除了举行100秒的莫阿 也释放100颗的黄色气球 象征希望 购物商场店家等则是关门100分钟 表达心系者人质安危 敏感时间哈马斯又公布新的人质影片当中出现先前在音乐节中备用摩托车载走的终椅混血女大声 另外两人则是53岁和38岁的男性人质 影片最后哈马斯不忘威胁将在隔天告诉外界这些人的命运 一百天的战火使得加萨各地残破不堪 民众流离失所医疗系统早已崩溃 有记者直及加萨中部的医院因为断电一片黑漆漆 据报道以色列坦克当时就在几百公尺外的地方 南部避难所的情况也同样凄惨 这是先前加萨医院附近的大爆炸 CNN调查指出加萨北部22间医院中就有20间被袭击破坏 当时以色列只强调都有叫医院民众撤了一旦过程 哪有这么简单 不过以色列国防军仍然撇清说他们没有攻击第二大的圣城医院 唯一的一次是11月中为了反击哈马斯成员从医院偷袭所做的交火 但当天直接酿成21死 其余争议事件还有轰炸西法医院外的帐篷区 对此以色列同样否认却被武器专家发现有乙军犯药 以色列战时内阁日前宣称哈马斯不再掌控加萨大部分地区 没想到战争迈入百日这天哈马斯又来挑衅 发布大量火箭弹齐飞的画面 影片中还秀出1月14号战斗第100天的字眼 向以色列呛吓他们手上还是有很多武器跟弹药 能继续奋战到底 点新闻综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